这是一位年近90岁的老人 他患有老年痴呆 走路颤颤巍巍 但却要跑遍大半个美国为家人寻仇 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让他如此拼命 最后他又是否如愿以偿了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指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加拿大高分选一片 记住 在一家疗养院里 年逾90的泽夫缓缓从睡梦中进来 他像往常一样 呼喊着妻子的名字 不过护士却告诉他 妻子一个星期前就已经去世了 泽夫伤心地坐在椅子上 他患有老年痴呆症 甚至连妻子去世都忘记了 今天是泽夫妻子的头期 连岸院里的朋友 全都来参加了悼念仪式 其中有个叫麦克斯的老者 把泽夫单独叫到了房间 泽夫曾说过 妻子去世之后他会去做一件事 麦克斯知道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所以便把那件事写了下来 他将一封信交给泽夫 里边有他想知道的一切 回到房间的泽夫打开了信封 里边有十几张百元大钞 一张火车票和几页书信 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 泽夫看完书信之后 就收拾行李 离开了辽养院 第二天一早 泽夫登上了前往克里夫兰市的列车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小男孩 他准备跟哥哥们去看望父亲 两人非常聊得来 泽夫还向他展示了自己的信 是朋友让他前往克里夫兰的 另一遍 泽夫的儿子来到辽养院 父亲是从这里走丢的 他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院长表示 他们已经报警了 除了悬赏找人之外 他们还会继续关注 泽夫的信用卡使用情况 一旦有所发现 他们就会第一时间把人召回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泽夫从火车上醒来 他的老年痴呆又犯了 他竟然把对面的男孩 当成了自己的孙子 还一把抢下了他的游戏机 男孩被吓坏了 他提示泽夫看一下口袋的信 或许能想起点什么 果然 看过书信的泽夫回想起了一切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用笔在胳膊上写下了两个字 看信 下车之后 泽夫来到了一家枪械店 他想买一把较小的手枪 用起来比较方便 其实泽夫并不会用枪 这一切都是麦克斯的安排 第二天 泽夫打车来到了目的地 他要找一个叫鲁迪·库兰德的人 看门的是鲁迪的女儿 泽夫跟父亲年纪相仿 他还以为是父亲的朋友 便把他请进了门 见到鲁迪之后 泽夫二话没说 直接掏出了手枪 他把鲁迪逼到墙角 询问他70年前 是否在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服役 鲁迪表示 自己确实是德国人 不过战争期间 他一直都跟随将军在南非 泽夫不相信他的话 除非他拿出证据 自从移民到美国之后 移民官就总会询问 鲁迪是否和纳粹有关系 所以至今他都保留着 自己在南非服役时的照片 上面还有他和将军的合影 看到这一幕的泽夫 知道自己找错人了 于是便给麦克斯打去电话 表示第一个目标已经排除了 原来泽夫和麦克斯都是犹太人 二战期间 他们被关押在德国 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那里他们受尽折磨 甚至连他们的家人 都被残忍杀害了 住进两养院之后 麦克斯得到了一条消息 有一名集中营看守 盗用囚犯的身份 从德国移民到了美国 而他使用的名字 正是鲁迪·库兰德 麦克斯一共找到了 四个拥有这个名字的人 他们都是在那个时期移民过来的 但是麦克斯不知道 谁才是那名看守 鲁迪的真名叫奥托 泽夫此行的目的 就是找到这个人 为家人报仇 经过一个晚上的奔波 泽夫来到了加拿大 第二个鲁迪·库兰德 已经病入高荒了 有了上次的教训 这次泽夫并没有急着逃枪 而是询问他 有没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过 鲁迪用一种惊慌的眼神看着他 他是如何得知自己的过昂的 看来泽夫猜得没错 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就当泽夫拿出手枪 准备为家人报仇的时候 鲁迪突然亮出了 胳膊上的纹身 原来他跟泽夫一样 也是集中营里的犯人 胳膊上闻的是 他在监狱里的囚犯编号 泽夫非常惭愧地握住他的手 自己险些就杀死了一个 跟他有着相同命运的人 回到美国之后 泽夫搭乘出租车 来到了第三个鲁迪的家 这里非常偏僻 出租车司机怕他走丢 便主动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如果想要离开 自己随时可以过来接他 家里没有人 泽夫只能坐在门口等候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名警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是鲁迪的儿子 父亲三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对方是警察 泽夫不敢输出真实目的 只是说自己是鲁迪的老朋友 警察将他请进房间 泽夫非常怕狗 所以便请他把狗关在了厕所里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 警察就感到了非常孤独 除了家里的狗 他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泽夫是父亲的朋友 两人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泽夫不想过多耽误时间 虽然鲁迪已经去世了 但他还是想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要找的 他询问警察 鲁迪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在德国服过夜 一提到父亲的过往 警察瞬间就来了精神 他把父亲那些古老的遗物 全都翻了出来 里边全是鲁迪 效忠纳粹时的奖章和战利品 看到这一幕的泽夫非常气愤 对纳粹来说这是荣誉 但对自己来说 却是无法摆脱的恶望 不知道聊了多久 警察才想起来询问 泽夫的身份 他是如何跟父亲相识的呢 泽夫表示 自己曾在 奥斯维新集中营见过他 听到这里的警察 突然大笑起来 父亲在军队里是厨师 怎么可能去集中营那种地方 泽夫知道 自己又找错人了 于是便想起身离开 但警察却对集中营 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缠着泽夫让他留下来 分享一些奈利的故事 在退葬的过程中 警察偶然看到了泽夫手臂上的完善 这是只有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才会有的标记 警察从小就被灌输了父亲的思想 他对犹太人简直厌恶到了极点 他把泽夫推到沙发上 试问他为什么要来自己家 此时的泽夫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了 甚至还因为紧张尿在了沙发上 看到这一幕的警察更加气愤 他谎称是父亲的朋友 还喝光了家里的威士忌 自己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咒骂他了 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被关在厕所里的狗开始狂叫不止 警察似乎想到了惩治他的方法 于是便打开厕所门 把狗放了出来 但他没想到的是 泽夫早已掏出了手枪 一枪就把狗打死了 察觉到不对劲的警察急忙去拿配枪 不过他还是慢了一步 泽夫一枪就打穿了他的脑袋 事后的泽夫虽然有些后悔 但这样的人死不足惜 慢慢的也就释然了 连续几天的奔波 让泽夫身心疲惫 于是便洗了一个热水澡 躺在警察的床上睡着了 傍晚 他给麦克斯打去电话 表示自己杀错人了 麦克斯没有责怪他 毕竟对方是一名纳粹 他让泽夫去找最后一个人 现在他们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 泽夫看到了一名年轻女子 因为老年痴呆的关系 他还以为是年轻式的妻子 于是便飞奔者追了上去 但因为年纪太大 泽夫一不小心就摔倒在了马路上 好在路过的人们 及时把他送到了医院 另一边 泽夫的儿子接到了 李诺纪念医院的电话 他有些不敢相信 这家医院在内华达州 父亲居然独自前往了那么远的地方 泽夫摔得并不严重 没过多久就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此时儿子给他打了电话 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到达医院 泽夫知道 一旦儿子赶到 他的复仇计划就跑汤了 于是便收拾好行李 偷偷离开了 在酒店退房的时候 泽夫身上的钱不多了 他必须留下足够的现金打车 所以只能用信用卡缴纳房费 随后泽夫打车来到了 最后一个鲁迪的家里 开门的是鲁迪的女儿 当得知泽夫是父亲的老乡时后 便把他请进了房间 但还没等泽夫张口 鲁迪的女儿就知道 他是来了解奥斯维辛事件的 泽夫是既惊讶又惊喜 看来这次一定不会错了 没过多久 鲁迪从楼上走了下来 两人只是对视了一眼 就认出了对方 鲁迪似乎早就猜到 他会找上自己 为了不让家人知道这段历史 便把泽夫带到了阳台 没错 这个鲁迪就是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 只不过他再也不想提起那段过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泽夫的儿子找上了门 他从信用卡使用记录 找到了那家酒店 并从出租车自己口中 得知了父亲的动向 但当众人来到阳台之后 却发现泽夫正在用枪指着鲁迪 双方的生活一向很平静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泽夫没有解释 而是让鲁迪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鲁迪已经隐藏了一辈子 他怎么可能在暮年 让自己声名扫地呢 泽夫似乎看出了他的决心 于是便把枪口对准了鲁迪的孙女 他倒要看看 是名声重要还是孙女的性命重要 鲁迪无奈 只能说出了实情 自己也是一名纳粹 曾在集中营里 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犹太人 女儿和孙女都被他的言论震惊了 一向慈祥的老人 怎么可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呢 泽夫仍然不罢休 还让鲁迪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性命 鲁迪表示他叫克莱伯特 但泽夫却打断了他 他明明叫奥托 直到现在他还在撒谎 鲁迪大声落后着 你才是奥托 70年前 他们都是集中营的看守 泽夫手臂上的编号是98814 鲁迪手臂上的是98813 这是他们互相给对方闻的 德国战败之后 他们只能冒充罪犯的身份才能活下去 泽夫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狼的意思 他们都是狼 是嗜血的杀人恶魔 鲁迪的话音刚落 泽夫就开枪打死了他 他全都想起来了 他一直在寻找的杀人犯 原来就是自己 泽夫无法原谅自己的罪行 于是便开枪了 画面来到疗养院 新闻中报道了这一起谋杀案 疗养院中的老人们都对泽夫表示可惜 他有老年痴呆 或许到死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麦克斯表示 他当然知道 原来麦克斯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 泽夫和鲁迪都是杀害他一家的凶手 麦克斯策划了整起事件 现在他终于为家人报仇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住》是一部非常另类的战争题材电影 影片通篇都在讲述一个老人的复仇之路 巧妙的是 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序 而是以一个悬疑故事的构架 慢慢为观众们揭开线索 在泽夫妻子的葬礼上 麦克斯跟泽夫联合策划了一个计划 但却没有交代计划的前因后果 直到泽夫从第一个鲁迪家出来之后 我们才从信中了解到前因后果 在寻找仇人的过程中 泽夫按照麦克斯的清单 先后找到了四个鲁迪 第一个是一名纳粹 直到现在他都会为自己的经历感到骄傲 他跟其他纳粹一样讨厌犹太人 但他认为只要把这些犹太人赶出去 或者送到劳干索管教就好了 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他也认为那是德国的侄辱 泽夫并没有杀他 他只是一个底层的小人物 他不关心政治 也不论对错 只把为国尽忠当成自己该做的事情 泽夫第二个找上的是在集中营待过的同性恋 在当时那个年代 同性恋人会受到跟犹太人一样的惩罚 泽夫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但从惊恶的表情来看 就知道他能活下来已经是晚性了 泽夫握着他的手痛哭流涕 不是因为愧疚 而是仿佛又看到了70年前那一幕幕的惨案 第三位鲁迪已经去世了 不过他的儿子却还是一个标准的纳粹 他把父亲烧杀抢掠的行为视为骄傲 甚至在得知泽夫的身份之后 还对他恶语相向 最终 泽夫毫不留情地开枪射杀了他 此时的泽夫久久无法平静 距离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 他本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直到看见这名警察才知道 历史的阴魂永远都不会散去 那些被战争伤害过的人 终日生活在痛苦当中 他们一生都无法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 而这些施暴者却连一丝回忆都没有 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影片的最后 泽夫找到了奥斯维信的看守 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谎言里 他对外宣称自己是受战争迫害的犹太人 有时候甚至连他自己都被说服了 但真相是无法改变的 终有一天 罪恶还是会浮出水面 影片结局的双重反转非常惊艳 原来泽夫一直寻找的凶手竟然是自己 原来这一切都是当年的受害者 麦克斯不得剧 其实记住是一部披着悬疑外溢的战争伤痕电影 全片没有任何让人不适的血腥警头 但是揭露出来的伤痛却是那么深刻 虽然那段历史只会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但时间到底会稀释仇恨还是会加深仇恨 我们应该继续憎恨还是选择原谅 没人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所有经历过战争的国度 都会有一些阴云漂浮在人们的头顶 几代人也抵挡不清 只有从战争中吸取教训 争取不再重复 才是当代人最该思考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记得长按点赞 帮助只割户得更多推荐 你们短短的三秒钟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